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你好我是梁煙色 和大家討論世界大事 在香港 台灣殺人犯 陳同佳 剛剛釋放 成為一個新聞 當時因為他殺了女朋友 在台灣逃亡 回香港 發現他殺人 但他回香港 由於台灣香港的司法沒有任何關聯 沒有辦法把他送回台灣受審 所以才引起逃犯條例的探討 逃犯條例的探討 變成反送中的政治運動 反送中運動搞了很久 香港已經被受很大的破壞 現在轉為反送台 這就是好笑 其實原本是送台 但政治搞了是送中 送中後現在事情回來了 陳同佳釋放 他自己願意回台灣自首 因為他自己都覺得 自己做了一些無可挽救的錯事 為他帶來很大的傷痛 我自己內心受責 我願意為自己衝動化的錯事 回去台灣自首 服刑受審 希望他的家人 即女朋友家人 他的曉榮 家人釋懷 而且曉榮是安息 陳同佳肯做這個決定 也是一個很高的道德決定 本來他可以免除刑責 但因為一個牧師 不斷勸他 終於他自己是願意回去自首 不過這件事 就很快可以解決 他去台灣自首 台灣就去審他 就是順理成章 但想不到台灣 他將這件事變成政治操作 這又令人覺得很奇怪 因為殺人者應該受審 這就是公義的事情 公義應該凌駕於政治之上 但現在蔡英文政府 一開始決定不接受他的入境申請 主要理由就是 陳同佳的頭案 是一個政治力量精心操作的安排 刻意矮化台灣的主權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如果他去持守 又如何矮化台灣的主權 甚至不斷說是一中的陷阱 其實這個案件發生以後 台灣都曾經三次向港府提出請求 顯送陳同佳去台灣受審 但由於兩方的法律沒有任何關聯 所以香港就要去探討 逃犯條例 有些逃犯條例是涉及 除了送回台灣 逃犯可以送去中國 被政治炒作為一個送中的做法 中國想借這時 將中國的法律 融在香港那裏 香港人當然最怕中國那套法律 融在香港 香港施說獨立會受影響 因此形成龐大的政治運動 由此運動後來變成大舉破壞的 各種亂局 這些等等 原本只是公義的要求 變成政治要求 香港的亂局到現在都未解決 但到陳同佳釋放 要送回台灣處理 到台灣就不太想 結果台灣認為這是一中的陷阱 其實我看來看來不明白 他去自首 為什麼是一個中國 來迫台灣接受呢 然後台灣又找一些理由出來 也是好笑的 他說香港現在未提供該案件 任何在港的證據 那麽事呢 其應追訴殺人犯罪的執法立場 顯示他推卸責任 而放棄司法管轄權 別具用心 他說這句話 他說香港提供什麼證據 他所有殺人都在台灣 他要提供他在香港居住的證據 除非 所以台灣說 香港應該有追訴殺人的執法立場 但香港的執法是一個地方性的執法 他不干預其他 所以他不會和中國的法律結合 也不會和台灣法律有什麼牽連 這就是香港的獨特性 一國兩制 除非建立了逃犯條例 台灣條例變成政治 炒作成為一個香港大搞亂的情況 然後呢 現在到陳同佳去台灣 台灣又說這個是香港的問題 他是香港人而已 兩個人都是香港人 殺人者被殺者 香港的殺人在台灣 刻意將這句話不說 簡直是一種欺騙人的智商 難道人真的蠢到不知道陳同佳在台灣殺人嗎 那你叫香港去抓他 去處理香港 用什麼法律去抓他 而呢 這個 當時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 更加說 中國企圖 用送來台灣 合理化送中條例 我又真不知道怎麼合理化送中條例 其實第一 這個不是中國 這個香港 陳同佳自己來自首 坐飛機來 中國後面想借機搞送中條例 蘇貞昌就說 我們不會上當 這個案兩邊都有管轄權 殺人去香港 被殺人的家屬去香港 加害人是關於香港監獄 香港有其便利性 可以最近審判追訴 其實真的很奇怪 因為殺人去台灣 所有證據去台灣 都是由台灣的法庭去處理 香港的法律 不能夠 台灣的法律 用在香港 除非送中條例 或者送台條例 通過便可以去 現在這些條例 政治搞得不行 所以 蘇貞昌說話 令人覺得有些語無倫次 還是行政院長 又說有個中國陰謀在背後 其實那些思維邏輯 令人覺得很難 這班人叫做讀法律 在英文讀法律 又哈佛大學 這些 每個人都不斷 但這些 讀法律出來的人不明白法律嗎 為何要將這件事來政治化 令人覺得很奇怪 其實台灣說來說去 另外有些問題 例如台灣的詐騙犯 在歐洲、東南亞、非洲 都犯案 被捉了 台灣又希望那些國家 將他送回台灣受審 那些國家和台灣 是沒有司法的互助的 都要他送回台灣受審 台灣保護自己公民 愛國犯罪 就是這樣 現在台灣說要和香港有司法互助 如果兩邊司法沒有關係 又沒有送中 或者送送台 或者是逃犯條例 又怎會是司法互助呢 根本沒有建立過司法互助 所以台灣這件事 搞得真的與無倫次 殺香港人 就沒有理由送去台灣 更加離奇 因為他在台灣殺人 曾經有一個英國人 在台灣殺了人 走回英國 台灣也叫他送回來 歷史上也是試過的 既然他自己要求都是這樣的時候 又如何忽然之間 對陳同佳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呢 所以這些最後倒是馬英九出來說 馬英九也是法學出身 是同樣哈佛大學的博士 我認為他講得比較有人性 他說 一條年輕的生命在台灣被殘忍謀殺而消逝 幫受害者討回公道是一個普世價值 其實這就是公義問題 馬英九說 我們的政府應該負起情空、緝惡的責任 但他明顯為政治上的理由 來自我閹割司法管轄權 棄人權與人命於不顧 可以說馬英九說得很合理 台灣現在由於群情洶湧 終於被他來 派執法人員來香港 要押解他回去 到香港就不給了 這是香港司法管的地方 怎麼到台灣的執法人員來呢 所以結果 除非他一上機之後 由台灣方面去接管 這樣就比較合理 在地上要執行台灣司法 在香港又不通 所以可以說 蔡英文政府 真是一種做事做得十分窩囊 非常難看 做這麼多的無緣無故炒作一件事 來將公義問題政治化 看見台灣真是一個已經政治化 相當厲害的地方 什麼都要爭拗 在政治問題內互相攻擊 這就是台灣習慣了一個方法 而是他們習慣了一個方向 我記得我在一次學食會議 遇到一個台灣教授 我去過台灣的電視 每晚都吵架 究竟台灣人會不會很煩 他說很簡單 不看電視就可以了 這可能就是台灣人的答案 休息一會 待會兒回頭再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